哈喽大家好 给大家分享一个圆形拉伸产品的制造工艺 首先要准备我们的拉伸素材做下料 下料完成以后 做产品的向上拉伸主成型 因为拉伸成型以后 我们的外形不规则 所以后一道工序需要做我们的下料外形 这样整个产品的外形及形状才会精准 同样的制造工艺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案例 实际上它也是跳过我们的下料 然后做了一个深拉伸 拉伸完以后再做外形的下料切边 OK 整个拉圆的制造过程就完成了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